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星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转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疗疗疗疗疗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原医生的帮助 也都可以直接预约原医生会诊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疗疗疗 好了 英文叫做Rock Rose, 翻译叫做顏长眉, 长眉即玫瑰, 顏长眉, 顏石里面的长眉叫Rock Rose, 顏长眉黄花, 简单就叫做顏长眉, Sistus canadensis, 这个疗剂不是一个大的疗剂, 但是它应用的范围是很独特的, 亦都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是有这种的问题, 这个是很有机会帮得到你这个疗剂来的,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叫做琳巴癌, Lymphoma, 或者鼻樱癌, 有一种的琳巴癌, 我们叫做Hodgkin's Lymphoma, 霍奇甘的琳巴癌, Hodgkin's Lymphoma, 和鼻樱癌, 因为这个疗剂, Sistus canadensis, 它主要的应用的范围, 就是对癌症, 可能尤其是那个腺体的癌, 尤其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鼻咽, 和那个颈部, 或者乳部, 乳房, 尤其是左边的乳房, 这一类的癌症, 尤其是我们颈部的腺体, 是一种毒瘤, 硬化, 肿胀, 影响你的颈部, 和喉咙的地方, 这些颈部的癌症, 这些颈部的癌症, 也都可能会爆浓, 串烂, 即是很明显, 属于一种恶性的癌症, 也都可以应用在乳癌, 乳房的癌症, 会变得很硬的, 还有一个范围, 就是会用在我们那个下唇的癌症, 会变得很硬的, 还有一个范围, 就是会用在我们那个 口腔的癌症, 口腔的牙肉会肿胀, 肿胀就脱离开我们的牙齿, 牙肉就很容易红, 很容易出血, 还有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异味, 很恶人真那种气味, 舌头感觉冷, 亦都在那个下午, 是可能会溃烂, 在这种情况, 这种人是会特别是, 喜欢吃一些酸的食物, 或者酸的水果, 当然了, 喉咙出很多会流口水, 通常在牙肉发炎, 红, 出血, 也都很多时候是会口水比较多, 还有很多胃气的, 好啦, 那它那个, 那个, 那个适用的部位, 是我们的口腔, 鼻歌口腔, 那所以有时候是对于一些伤风的问题, 尤其这种的, 那种伤风在我们的鼻咽, 鼻后的中部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是对于一些伤风的问题, 尤其这种的, 那种伤风在我们的鼻咽, 鼻后的中部的地方, 通常在这种伤风, 它可能会被塞塞, 不断地吸鼻, 还有, 它流出来的分泌, 通常又很稠, 又黄, 又臭, 令到你那个鼻咽, 口汗, 一种这样的, 喇喇痛痛的, 通常这种情况, 就是分泌物, 或者出汗, 是令到情况更加差,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出现, 就是我们的皮肤, 有时候可能出现, 抛陈性的疹, 经常的, 长期的肿, 或者是溃烂, 我们的皮肤溃烂, 可能因为有些昆虫咬了之后, 长期是皮肤爆裂, 溃烂, 这样, 有时候可能是红斑狼疮, 这种情况, 皮肤的问题, 还有呢, 皮肤是感觉很痕的, 就算在里面和外面都痕, 有时候痕, 成身性的, 好像一个矮缸那种痕的, 还有一个皮肤的症状, 就是皮肤可能会出现, 皮肤的真身很厚, 起枕, 起枕得来, 都会爆裂, 皮肤会爆裂的, 好了, 这个Sister Candidensis, 就有一个很特特的症状, 就是身体有一种极度感觉, 很怕冻的, 尤其身体可能某一个部分, 是特别怕冻的, 它一闻到冻空气, 很不舒服的, 也都觉得自己, 那个口吻出来的气, 有一种很凉凉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症状, 我叫做Kinoc Symptom, 这个病人是很怕冻的, 它精神状态, Rock Rose, 是特别充满恐惧感, 大家都听过, 我所谓的癌症, 是与我们的情绪有关的, Rock Rose 这种的人, 经常是充满恐惧感, 一生怒怒, 会令到他的身体,整个人都很差, 所以任何精神上的刺激, 都会令到他的问题会严重了, Rock Rose 如果大家可以这样说, 在背曲花蕊里面, 就是根据情绪, 36 种背曲花蕊的情绪的疗剂, Rock Rose 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应用在一些恐惧的状态, 经常处于一个恐惧的状态, 这一种的, 所以很多时候, 病因都是因为恋怒, 愤怒, 不开心, 而导致这种病情, 就会出现了, 好了,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临巴腺体的肿, 肿瘤, 尤其是癌性的肿瘤, 癌病的肿瘤, 可能在鼻咽方面, 或者颈部, 或者是乳部, 尤其是左乳房这方面, 最容易用得着的, 好了, 这种情况, 这种人, 就是有什么情况会令他好呢? 他要吃东西会好一点, 在这种情况, 吃东西会觉得舒服, 不舒服, 还有就是吞吞吞会舒服, 吐出来的黏液会舒服一点, 但这种人就很不喜欢人触摸他的, 他对他触摸的感觉是特别敏感的, 譬如他可能有一个流肿在这里, 你走去轻轻看看他, 他其实不太喜欢被人触摸, 触摸他的身体的部分 还有就是很怕冻, 甚至乎他不可以被冬风吹身, 不可以喝冬水, 也有时候有时间性的, 他可能是黄昏差一点, 或者晚上差一点, 或者早上差一点, 或者是早上差一点, 任何用脑会令他这个情况差一点, 任何情绪的兴奋会令他差一点, 还有任何的动作都会令他差一点, 还有一个情况, 他们可能除了口汗, 又溃养, 皮肤很痕痒, 好似有矮在那种感觉, 这个是点形的, 那个淋巴癌的症状来的, 淋巴癌的病人通常是有种身体, 有种痕痒, 有种牙, 就是那个矮是咬的症状来的, 另外一个, 除了我所谓的, 严重一点的, 癌症, 腺体的癌, 做的地方就是喉咙, 很多时候是用在一个喉咙, 肿胀的喉咙通, 尤其是喉咙很干, 还有就是干得很怕冻, 一咬到冻的空气是很不舒服的, 这种情况的喉咙通, 有种很特别怕冻的感觉, 还有, 口鼻里面那种喉咙有很浓的, 很厚的, 很黄的, 很黄的, 很稀的痰之外, 它有一种感觉, 好似那个喉咙部分, 好似一种海绵的感觉, 一种软软的叫spungy feeling, 一种海绵的感觉,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资料, 是帮助我们能够选择到这个同类疗法的疗剂。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邻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